买卖儿童一直都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前不久 山东德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贩卖婴儿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居然是利用网络来寻找意外怀孕的少女妈妈和急需领养孩子的人 从中牟利进行非法买卖 2013年11月 德州市林毅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 当地王某家中经常有代产的孕妇出入 这些孕妇年龄都不大 生完孩子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根据这一举报 当地民警迅速展开调查 经过长期跟踪走访 办案民警初步断定王某是在贩卖婴儿 今年1月 民警得到线索 犯罪嫌疑人王某安排一名孕妇在德州林县一家医院产下了一名男婴 并且已经找到买家 将于1月8号在德州市进行交易 1月8号 民警在王某进行交易时实施了抓捕 随后 包括王某妻子邵某在内的其他12人陆续被抓获 王某交代 当天她正准备将两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以每个3万5千元的价钱卖到资博和零线 这些婴儿的妈妈都是一些16 7岁亿万怀孕的女孩 王某供述 从2011年至今 她和同伙已经贩卖了10个婴儿 三年时间贩卖了10个婴儿 而婴儿的妈妈都是王某并不认识的年轻孕妇 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到底是怎么联系上这些年轻的孕妇 又是如何把孩子卖掉的呢 我们接着来看 2011年初 王某在网络上无意中发现 有些年轻女孩意外怀孕后 担心家人知道又没有钱做银产手术 便在网上发帖求助 找人帮忙处理掉生畜的孩子 与此同时 网络上又充斥着大量的买子信息 这让王某冻起了歪脑筋 王某说 他通过网络发布的信息联系上这些孕妇 谎称有人不能生育 想收养婴儿 然后将孕妇接到林毅待产 给他们安排好住宿和生产的医院 王某交代 安排好待产孕妇后 他和妻子邵某就在网上发布 有孩子可以认养的信息 并联系买家 1月8号 一直想要给孩子的马某 在网上发现了王某发布的信息 我就主动和当时留另一个电话 和这一房沟通 然后确定好任量前期的一些事宜 就是说做孕妇的住院费用和医疗发现的那些费用 到结算的时候 由我来付健康 无残疾 你们之间相互留姓名了吗 没有 没有留姓名 比如说他不知道你的姓名 对 你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对 只有手机号 扣机号 我们在论坛里有一个协议 然而 这些婴儿并不是所谓的被领养 而是被王某以三万到六万元的价格给卖掉了 没有男婴和女婴啊 没有多钱啊 四万五 而背后的这些交易 年轻的妈妈们并不知情 你多钱 三年时间里 王某夫妇共贩卖了十名婴儿 从中获利五十多万元 目前涉案的十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十名婴儿中已有三名被认回 其余婴儿的信息仍在搜寻当中